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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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东省法改委将会在今个月底在珠海举行听证会就收费收集意见 当局解释收费建议是建基于30年收费期 每年平均资产回本年营运成本大约22亿 大约2000万架次车流量计算 换言之每架车平均通行成本大约106元人民币 运辖署说收费标准经三地政府讨论再按内地法律和程序进行审批 无线电视记者简外宜报道 港帖沙中线最新股算是超千165亿 除了运输旧房局局长苏惟文说 港帖提交的数据未有详细立行 现在是不是封顶言之常做 我們也要審視他提出這個數目的估算合不合理 中間是假設 那些假設或者基礎去做估算合不合理 保證主要同事是很嚴謹把關的 現在的數據就基本不初步 所以任何提到風景的假設都是如此慎重 所謂文化完成審核數據之後 會盡快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掘款 期望沙中線大圍指導紅磡段 可以在2019年年中通車 而全線可以預期在2021年通車 市建局以歷來最高的收購價每呎近16,000元 提出收購土國環一批舊樓來重建 不過有業主認為未必能夠在同區買反同面積的單位 市建局提出收購的包括春田街、崇治街、 洪福街、文漢街、啟明街、榮光街三個發展項目 參考同區七年樓零樓價 建議收購價每平方呎15,916元 是市建局歷來最高收購價 涉及超過600個業權 大概850個住戶 以一個500呎單位為例 業主可以獲賠大約796萬 洪福街這個單位老化、抗損嚴重 這裡大概300呎 1,2,3